我们的以赛亚书挑选的一些经文 到这个礼拜跟下个主日就结束了 当然以赛亚书66章 一章一章讲要讲一年多 但是我们只是挑一些 特别是与上帝到底是谁的这个课题 来跟弟兄们分享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第53章 义者耶稣基督是救赎主 今天呢 在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当中 是以赛亚书55章1到13节 对面打错了 55章1到13节 神的怜悯 祂是一位怜悯的上帝 我们是不完美的人对吗 我们也住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边 我想我们大家都不需要质疑这件事情 因此我们就一定需要怜悯的时刻 不管是上帝的怜悯 还是别人的怜悯 同情 或者是我们所处的那个系统制度里边的怜悯 或者同情 大家都需要 因为不完美 什么是怜悯 怜悯是善待那些在不幸和危难中的人 那个是怜悯 我再说一次 怜悯是善待那些在不幸和危难中的人 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 以赛亚书第55章 就告诉我们 神善待怜悯 那些被辱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预备他们要回归耶路撒冷 神的怜悯 临到他们的身上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读了之后 我们一起来讲解 一起来应用这一段的经文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赢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赢钱 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死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干 心中喜乐 你们当就近我来 侧而而听 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 你也必召来 素不认识的你的国民 也必向你奔跑 都因耶和华 你的神 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当称耶和华 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 求告他 恶人当寄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 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灵蓄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风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却地土发芽结实 是啥种的有种 是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 必在你们面前 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涨 松树长出代替经济 翻舌流长出代替吉利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减除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 神如何的怜悯 这一些被辱的 以色列人呢 首先 第一 神邀请他们 接受白白的救恩 神邀请他们 接受白白的救恩 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边 第一节 特别是有四个日 一连地告诉我们要来 在第一节 他说你们要救进水来 没有赢钱的也可以 可以来吃 不用赢钱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买了吃 一连说了四次 神正在发出一个邀请 邀请以色列人 这些被辱的 难受的 不幸的 来救进他 他邀请那些有需要的 干渴的 也邀请无能为力的 他说没有赢钱的 都来 怎么买呢 神提供他们购买的能力 他说买了吃 没钱 怎么买了吃 怎么还能够买了吃呢 买了取悦人心的酒 和滋补身体的奶 怎么能够买呢 上周的讲道就提醒我们了 对吗 是神的义谱耶稣 代替我们的罪而死 把我们买树回来 归向神 使我们得着白白的救恩 在那个年代 他们还没有了解 他们只能够从 以撒亚五十三章 所发出的预言 稍微的揣摩 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儿 回头一看的时候 全然了解 都清楚了 是义谱耶稣基督 代替我们的罪而死 使我们因信他 能够得着这白白的救恩 他付出代价 我们就免费了 他付出代价 我们就享受了 这个代价的成果 所以弟兄姊妹 这里不是用金钱 来做交易买卖 这里是用上帝的怜悯 因着神的怜悯 义谱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救赎 这个救恩 就变成一个白白的救恩 使我们可以得着 你想看 这些在巴比伦的 以色列人 实在需要上帝的 善待和怜悯 他们回归耶路撒冷 的时候肯定是缺乏资源 对吗 他们重新开始的路 一定是非常艰辛的 他们想到要重新耕耘 那个已经荒废了 七十年的土地 因为他们被录到巴比伦 七十年 重新开始谈何容易 心中会有焦虑 会有不安 神的怜悯 就临到他们的不幸 和危难之中 但是 在第二节告诉我们 有一些人超之过急 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 买那不死人饱足的 做出错误的判断 他们买了冒牌货 三寨版的食物 他们投资在 没有回收效益的东西上 结果得不偿失 怎么会这样子呢 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下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要非常专注的聆听 当你按照上帝的话 来遵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些美好的效果 他说你能够吃美好的食物 那美物 上帝希望你能够吃到 米其林级别的美食 你能够想肥肝心中喜乐 意思是说 不但是食物美味可口 而且在吃的过程里边 你正在经历一个 非常美好的苍蝇体验 上帝 要你得着饱足 你想啊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这些做家长的 看着孩子脸上满足的笑容 摸摸那个微微鼓起的肚子 对父母说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我们吃得很开心 下回什么时候再来吃饭呢 你说 还有什么满足 比父母能够听到 这样的一个回应 看到这样的一个天伦之乐 还能够喜乐呢 神的心意 就是希望我们得着饱足 希望这些回归的 以色列人 被掳了之后 学会功课 不要再拜偶像 要敬拜真神 他们能够得着肥肝 他们能够饱饱地 得着上帝的恩典 在第三节提醒我们 他说你们当究竟我 不是来吃东西 吃东西是一个象征式的表达 是要得着白白的救恩 你们要来究竟我 这个邀请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换句话说 上帝就是我们的美味佳肴 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满足 我们心灵的牲畜 所以当我们说 邀请他们来得着 白白的救恩的时候 就是邀请他们来 就近神 亲近神 罪得赦免 余生和好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 不单是身体的需要 也是灵性的需要 肚子胃包 心灵更新 那你还等什么呢 桌子摆设好了 食物也预备好了 一切都齐了 账单也付了 那只等客人的到来 你跟我是那个被邀请的人 你必须来 但是这个邀请呢 也有长远的影响 他说你们要 此而而听就必活 我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 那可靠的恩典 神要与他们立一个永远的约 永约 这个约表达了神对大卫坚定的爱 这个约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神应许大卫 他的后裔将坐在他的宝座上 掌权一直到永远 这个应许就应验在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代替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立的新约 新约是什么 新约就是叫人信靠耶稣 罪得赦免 与神和好 你们都记得在耶稣诞生的时候 天使和玛利亚说 他所怀的胎 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 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就是以色列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耶稣就应验了 神对大卫的约定 这就是神所说的永远 那位义仆 耶稣基督要来 要成就这件事情 他要做王到永永远远 第四节 他提醒我们下面的经文 他说我已经立他做万民的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提醒我们 大卫在位的时候 大卫王在位的时候 他是以色列国的全盛时期 上帝使用他成为万民的见证 万民的君王 万民的司令 他见证了什么 他见证了一个敬畏上帝 顺服上帝的国 避蒙神的眷佑 因此以色列国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做什么呢 吸引他们来敬拜万君之耶和华 不但这样 第五节说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 我也必造他来 素不认识的国民 也必要向你奔跑 因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的圣者 他已经荣耀你 因为大卫王和神心意 尊主为大 他是君王 但是他知道 真正的君王带领以色列国 是耶和华 耶和华与他同在 这是一个强盛 敬畏神的国 列国都迫不及待的 来称臣纳贡 因为上帝荣耀这样的一个国 上帝尊荣这样的一个国民 神把白白的救恩 提醒赐给那些 预备回归的以色列民 他今天也邀请你来归降他 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你们都记得 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 大老作息的时候 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众人异口同音地推辞 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采取了蛆 所以不能去 这些取了蛆 买了牛 买了地 都是好事 正常生活 但是也可以成为一个推辞 他们用这些 作为一些理由推辞 第一个说 请你原谅我 准了我辞了 第二个再说 请你也准我辞了 到第三个的时候 我干脆就不去了 连说对不起都没有 这就是人 经常在上帝的邀请底下 有所保留 不愿意有的回应 我不晓得今天 如果上帝 邀请你来信靠祂的话 你的推辞是什么 我不晓得上帝 如果今天邀请你 跟我一起去 东边开个分堂的话呢 你的推辞是什么 我不晓得上帝今天 如果说 做我的门徒 好好地来 一起建立一个 被证门徒的教会的时候 你的推辞 你的借口 你的拓辞 到底是什么 但是希伯来书第四章 第十六节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灵蓄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当神邀请的时候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 我们要坦然无惧地 毫无保留地 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 你留意哦 宝座可以施恩 宝座也可以审判 因为权力在宝座 权力可以祝福 权力也可以惩罚 但是他特别提醒你 你来的时候呢 是来到一个施恩的宝座前 这一位怜悯的神 他要施恩于你 使你得灵蓄蒙恩惠 可以做随时的帮助 你的推辞是什么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只等你来 第二 这位怜悯的神 邀请你 要得着怜悯呢 你必须用信心来回应 在第六到第七节 是神的邀请 在第六和第七节 他怎么描述呢 下面的经文 他告诉我们 称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敬的时候 求告他 你看 这些人 没有回应 他并没有否认这个信息 他并没有否认 我需要得着白白的救恩 我需要到上帝的面前 但是他们还不愿意信靠 他们还不愿意 在这个时候顺服神 知行往往不合一 对吗 你所知的往往是你所行的 不知道多少千万倍 如果把我们都知道的 合理的事情都行出来的话呢 那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丰盛 但是有心无力 做不到 保罗说 我们要做的事 偏偏不做 不应该做的事 偏偏去做 他说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痛苦啊 知行不合一 跟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人 包括站在这里的 都是一个挣扎 对吗 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所以他提醒他们 当称他可寻找的时候 还相敬的时候 赶快把握时机 什么是把握时机啊 什么时机是被你把握掌握着了 就是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地点 从任何人的口中所发出的 用任何的方式 选择任何的途径 用任何的东西 说穿了就两个字 就现在 把握时机就是现在 听到了 看见了 机会来了 赶快掌握 就是现在 如果用英文来说呢 可能你记得比较深刻 就是 whenever wherever whoever however whichever whatever 那就一个字 now 对吗 掌握时机就是 now 就现在 过去了就过去了 因为你不一定有未来 神邀请他们做什么呢 第七节 他说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神就必领许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上帝邀请他们 离弃自己的道路 除掉自己的意念 悔改归向神 得白白的救恩 神必定领许他 神必广行赦免 神不是指赦免 赦免就劫难你嘛 神是广行赦免 abandonly pardoned 加上一个形容词 abandonly 广行上行 当我们说赦免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那你接纳我 你原谅我 但是当我们说 广行赦免的时候 这个解经家说 好像是你一把 把它抱起来 紧紧地涌在你的怀里边 这是广行赦免 那种的期待 不是你来期待 是上帝期待你悔改 祂期待你回来 这位怜悯的上帝 是用这种的心 来对待那些需要赦免的人 神邀请 邀请他们回来 那人的回应应该如何呢 在回应当中有三个的回应 你用信心回应 你要相信神至高的全能 你要相信神的话语 你要相信神的赐福 首先我们来看 相信神至高的全能 在第八节 第九节 这两节的经文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个经文听了很多次 对吗 你看第七节 他说你们要悔改 悔改的时候 神会做什么呢 神会广行赦免接纳我们 对吗 现在第八第九节呢 加以说明这个广行赦免 到底有多广 有多行 这位上帝到底是一位 怎么样的上帝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知道 当你听见广行赦免的时候 我们对他的怜悯的认知 还是非常有限 还是非常浮浅的 神在这两节经文里边 就告诉你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跟你不一样 我和你们不一样 我不像你们 就这么一句话 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Dan Oakland 这位作者 在他书里边这样的描述 他说就像一个七岁的孩子 他收到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然后呢 赶快就把他的压岁钱拿出来 把钱还给爸爸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孩子啊 七岁这么懂事是吧 哎呀 你送他礼物 他马上就把过去 你送给他的红包 压岁钱就拿出来 爸爸 我还给你 你说哎呀 我太安慰了 这是未来的乔布斯啊 他恐怕要发明什么新的公司 发明什么新的东西 是不是啊 没有 不是 你的心一定伤痛 至少我的心会非常的伤痛 这个孩子 怎么就不领情啊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对吧 这个孩子需要好好地认识他的爸爸 明白这个父亲 有多喜爱买礼物送给他的孩子 特别在他生日的时候 你还付钱呢 你还不领情啊 你说这个对一个父亲的心的伤害 他有多深 这里 两节的经文 就是把这个概念给说出来 人的本性是倾向交换 当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只能用这种 渺小的眼光来看上帝 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不一样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跟你所了解的不一样 不但不一样 而且差距太大了 他下一节经文 他提醒他 天怎么高过地 天地之别 无限量的差距 没法比较 也没法了解 神的怜悯有多大 这个天离地有多高 这一个表达 在圣经里边只出现过另外一次 就是在诗篇103篇第11节 你们都非常熟悉的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这个神的爱 和神的意念 神的道路 神的怜悯 是并行的 换句话说 神爱的意念 和神怜悯的道路 远远地超过 我们所能够了解 所能够想象的 当你跟我还在为别人 一句有心无心的话 把它抹黑 把它cancel 老外说 把它删除 我们这个年代 就不高兴 就把你cancel掉 cancel culture 当我们对别人的伤害 永至不忘的时候 当我们对别人的出卖 非得偿还他十倍 当别人给你下不了台 你就给他睡不着觉的时候 神告诉你 我跟你不一样 我的意念 非同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的道路 这么不一样的 当我们还在挣扎 要不要悔改 要不要归向神的时候 神已经说 东离西有多远 祂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只要你悔改 当我们还在挣扎 考虑 要不要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早就已经伸开双锁 等着你回来 神的怜悯 无限大 比天高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意念 和我们的道路 有很多的局限 对吗 局限在我们的智商 局限在我们的经验 再加上诸多的不足 我们都有盲点 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偏见 还有种种的脑部的疾病 失忆症等等 不单有失忆症 我们还有选择性的失忆症 爱记得就记 不爱记得就说我忘了 阿尔兹海莫斯症 生理各种功能的衰退等等 你说我们能够了解多少 你不能用你的了解 你的道路 你的意念 来认识神的怜悯 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远远地高过 无限量地高过 这位无限的上帝 把他的怜悯 还是赐给了我们 第二 我们还要用信心来相信 神的话是绝对可靠的 在第十节第十一节 可靠到什么情况呢 就像我们所观察的 自然界的现象一样可靠 他说雨血从天而降 并不反为滋润土地 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杀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种有粮 这个自然界的现象 每一个以色列贝鲁的人 都看得见 那是农业的社会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雨血降下滋润大地 农作物发芽生长 接触果实 人具有粮食吃 农夫有下一季 要播种的种子 他说神的话语也一样 神的话语说出去 绝不突然返回 一定会烙在你的心中 留下一些痕迹 可能是不同的回应 但是一定不会落空而回来 一定要成就上帝的旨意 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因此这些被掳的 以色列人的问题 不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需要拯救回到耶路撒冷 虽然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真正的问题 是在于他们与神隔绝 需要认罪悔改 与上帝和好 就像前面的经文所说的 如果他们愿意离弃 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 转向神更高的意念 更高的道路 他们在神的面前 一定得到怜悯 罪得赦免 神说话算数 这个怜悯临到你跟我的当中 我们用信心来回应 就像你坐在这个地方 虽然下面下着大雨 你相信这个房子 不会塌下来 因为这是合规格建造的 对吗 你天天都用信心来生活 神的经文告诉你 你要用信心来相信神的话 神说话算数 第三个 用信心回应神的怜悯的 不但是相信神的 超然的全能 神的话语 第三你要相信上帝 当你悔改的时候 他会赐福给你 在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他说你们必欢喜而出 平平安安的蒙引导 不但是回归的以色列民 有平安 有喜乐 连大自然都一起歌唱 大山小山都唱歌 树木都在拍掌 大自然都跟人一起加入 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 那个米赛亚神曲的最后一段 是不是啊 哈利路亚大合唱 奏主化为祝福 经济 激励 都被松树 翻舌流 取代了 你看人的喜乐 和自然界的 欣欣向荣 将永远见证 神的怜悯 是何等浩大 因此神的名字 以此得到荣耀 为耶和华流民 神的怜悯 赐给我们白白的救恩 我们用信心来回应它 相信神的全能 相信神的话语 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 所以今天的信息 就总结在这句话里边 当你邀请怜悯的神 走进你的不幸 和危难中的时候 你必须用信心来回应它 你要相信神是 至高的全能者 要相信神的话语 也要相信上帝会赐福 哎呀 弟兄姊妹 我准备到这个地方 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 陈世贤啊 陈世贤啊 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 你的研究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 都思考了 是这么说的 但是请问 你是不是在制造一个乌托邦 你是不是在这里制造一种 宗教的情操 让这些宗教的朝圣者 紧紧地跟着你 不离开这个教会 当他们每个礼拜回来 乐意时一奉献 还肯定一起做义工 来照顾儿童青少年 还去开分堂 这是一个乌托邦吗 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吗 为什么我看不见 又暴风雨 又台风 又战士 又混乱 真的有这么好吗 哎呀 我 准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是真的吗 这个信心 真能够等到这一幅的美景吗 各位弟兄姊妹 我想我也需要这个信心 你也需要这个信心 以色列人需要用信心来回应上帝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 也需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等候上帝 我就想到一段的经文 在《猎王记》上第十八章 你不用放开来看 我跟你讲那个背景 《猎王记》上第十八章记下什么呢 以色列王亚哈王 一个拜偶像的王 他敬拜巴历神 一个石头所雕塑的一个神 神因此借着以利亚先知 宣告以色列国将遭遇长期旱灾 真的是很灾 经过三年半的时间 先知以色列就在加密山上 挑战巴历的先知 看到底谁的神是真神 以利亚 祈求耶和华行神迹 把火降在被水湿透的 湿透的 浸透的 祭坛和上面的牛堵 做祭物要献给耶和华 巴历的先知 一直祈求 毫无反应 但是神就把火降在 被水湿透的祭物上 证明耶和华是神 扭转了以色列人的心 归向耶和华 他们就一起杀了 八百五十个巴历的先知 神停止了旱灾的审判 降雨在以色列的大地上 怎么降呢 下面的经文 四十一节到第四十三节 四十五节 待会再第二章 以利亚就对雅哈说 你现在可以上去车 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 我已经听到那个声音了 雅哈就上去车 以利亚就到加密山顶 屈生在地 将脸附在两席之间 对仆人说 你上去 向海观看 他的仆人就上去观看 说 没有什么 以利亚在祷告 在为以色列认罪 在求上帝兼顾他们的信心 能够跟随耶和华 不要再拜偶像 求主降雨 然后派仆人上去说 你看见什么 他说 没有什么 他说 你再去观看 如此其次 弟兄姊妹 我觉得我就在这个 七次的当中 上去观看 没有什么 我再上去观看 没有什么 我读了圣经之后 讲了神的道 讲了神的道之后 再上去观看 也没有什么 毫无动静 一片黑云都没有 哪来的雨啊 再上去看 没有什么 再上去看 如此 七次之久 但是下面的经文 44节 45节 他说 第七次 仆人说 我看见 有一片云 小片云 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 那么大 伊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亚哈 当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 杀时间 天阴 风云 黑暗 降下大雨 亚哈就坐车 往耶稣列去了 弟兄姊妹 我就卡在 这个七次 没有什么当中 在这一次又一次的 没有什么 一次又一次的 没有什么当中 我凭什么 谁给我那个勇气 再上去看 到底有没有 任何的迹象 我在想 如果我是那个仆人的话 这个再看一次的意愿 恐怕不是很大 如果我是那个仆人的话 再去看的那个信心 动摇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一次又一次的 看不见 你还敢上去吗 你还敢宣告吗 大山小山要唱歌 这些树要一起拍掌 因为这些回归的 以色列人 他们终于得到 白白的救恩 他们信靠神的话 也信靠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就在等候着的时候 神的怜悯就临到他们的身上 他们是用信心的眼睛在等候 我在想 我也需要这个 我需要那个信心的眼睛在等候 有一首的诗歌 是英文歌 那我尝试把它翻译成中文 叫做你配得吗 我很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是根据 启示录第五章里面所写的 但是它把我们的那种等候 信心的眼睛的等候 描述得非常非常的铁切 他说你感觉世界破碎吗 是的 你感觉黑影加深吗 是的 都看见 你知道一切黑暗都无法阻挡 争光照射吗 知道圣经这么说 但是看不见 你渴望目睹一切的变化更新吗 当然希望啊 然后下面他说 受造之物在叹息 谁不在叹息这个时代啊 新天新地即将来临 我知道圣经说的 正是 神的荣耀是否光辉照耀在我们中间 是 我们是看到神的光辉在我们中间 我们是否必须常常彼此提醒吗 正是需要 不然我们的信心动摇啊 我们忘了 然后他说 有谁真正配得 谁完美无瑕 有谁配得展开那书卷 和揭开那七应 那个书卷就是上帝对未来的旨意 那个七应 就是上帝开始执行审判 是那个犹大的狮子 耶稣基督 他征服坟墓 他是大卫的根 他是大卫的子孙 是被杀的羔羊 为了救赎这些罪奴啊 他说有谁真正配得 有谁真正配得 是上帝所成就的恩典 他配得吗 他配得吗 配得颂赞尊归和荣耀吗 他配得一切吗 他是 他是 然后第二节他说 天父真的深爱我们吗 他是 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吗 他是 耶稣 我们的弥赛亚 保守他所爱的人吗 就是你跟我吗 他是 我们的神还愿意与我们同住吗 以马内力在哪里 他还愿意 他是 谁 真正配得 谁 完美无下 谁配得展开那 书检揭开那 七印 那个犹大的狮子 他征服坟墓 他是大卫的根 是被杀羔羊 为救赎 罪奴 这些罪奴是谁呢 他们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中来 他叫我们在 神的国度做祭司 与神 耶稣基督掌权 他配得吗 他配得吗 他配得尊贵荣耀和荣耀 和颂赞吗 他配得吗 他配得吗 他配得一切吗 他是 他配得吗 他配得吗 他是 他是 哎呀 如果是说过一起唱起来的话呢 会是个非常震撼人心的 一首诗歌 但是弟兄姊妹 我就在那个七次 一次又一次的上去 没有什么 一次一次的上帝 没有什么当中 我需要用信心的眼睛 来等候 这里所描述的 他配得 他也能够打开 他的时候到了 他就必成就 因此今天的信息的焦点 在这个第八节 第九节 弟兄姊妹 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八第九节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 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他要求我们 用信心 信靠上帝 来等候 来回应 他所描述的 他所给予我们的 应许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 耶稣基督 我邀请你 接受这个 白白的救恩 一切都预备好了 就等你来 如果你已经 接受这个 白白的救恩 我邀请你 用信心 用信心的眼睛 来与神 同行 因为他的意念 高过 你的意念 他的道路 高过 你的道路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 我们何等需要信心 来与神同行 在一个混乱的世代当中 在一切都在改变的当中 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 什么都没看见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 我们用信心的眼睛 等候 那个成被杀的羔羊 他配的 他配的 他可以打开那书卷 他可以释放那七印 按照神的心意 来成就 神要成就的事情 主我们等候你 我们仰望你 奉靠耶稣基督生命求 Amen